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这个球团大饮茶 第三次继续有小远 有AA 有Jacky仔 有Eric 还有我文杰 雲佩斯 昨晚应该是凌晨时分 大家都封存这个讯息 就是终于知道他要离开阿仙奴 就转头这个猛暖了 一时之间众说昏文 亦都在我们的专业位置 也都问过一些球迷 就是怎样在这件事 双方的球迷都有他们自己 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必须要说的一件事 就是以往我想 或者是孟联 或者废爵 签一个球员 大家是欢天喜利的 但是今时今日 签一个云佩斯 似乎有很多孟联迷 都持一个 不是太正面乐观的态度 很保守 29岁 2400万磅 只剩一年合约 无论如何 都可以叫得上是一个天价 是的 还有 昨晚跟云佳聊天的电话 起码之前 哎呀 你是不是说这些东西 云佳就说 早走早着 不要妨礙地球转 不是 早走早着 现在不是不让他走 对吧 我想 稍稍不同的就是 其实我知道 有很多阿仙奴的球迷 亦都已经是对他的离队打令输数 其实不是输数 直接是不可以叫输 放弃了 即是你走就走 没所谓的 因为又买了几个人回来 加了云佩斯 其实你夹不了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不是 亦都看到你的心不在 你离开真的不要紧 但问题是 去一间什么的球队 即是有孟城你不去 实力最强的你不去 我没想过去过曼联 其实我想 虽然说曼联有出嫁 但是我觉得 义云甲没理由给一个球员 来和自己 其实之前 算得最行的 应该就是去祖云达斯 是的 应该是以甲坡 祖记 祖云达斯那边 就因为他们的甲坡丑闻 也都是球团的风气 这个也是他们那边的影响 就会吓跑了一些球星 即是选择加盟与否 这个也都是 不要紧 你不去祖云达斯 孟城也打开大门欢迎你 孟城是多少钱 周身都给得起 是 在转会费那边 孟城不想再被人禁止 这次 不想再做水雨 即是我们上一节说过 以往 你出多少钱 我出得多于你 一定是提倡 现在孟城 他不会这样做 因为都要计算一计算盘数 变成了 在这个关键位 就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废格逊的孟联 但是不知道为何废爺 废格逊又很渴望完成这单买卖 我觉得是有少少诡异的 如果你出得2,400万磅的价钱 其实你可以买其他球员 大家知不知道孟联 又买了一个18岁的智利国 评音是谐县基斯 是的 虽然未必今届会立刻重用他 但是也有买人 为什么废爺这么心急呢 又或者是 是不是上届没有了联赛冠军 臨尾 会觉得他看到的东西不多妥呢 其实上届孟联得失球 失33个球入89个球 你可以看到 其实全英超这个数字都排第二 也很贴近孟联的 其实差不远 我自己个人看法就是 上届的史高斯贵宗突然之间 復出 某程度上是反映到一些东西出来 没有 没有 孟联其实是 你可以这么说 废爺是联赛的 用尽一兵一出 以及他们本身是天生会打英超的 这套阵容 去维持到他的成绩 但是一出到欧洲 被不以包的愚弄 你不要跟我说孟联是放弃了欧霸杯 你放弃你也踢成这样的话 證明你无论一线二线都不够人砌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大要改善的地方 当他想追近巴塞的时候 他说 你明白吗 Eric 就是 等于你爱华顿 你想追近孟联的距离 但是你发觉 原来今时今日 你连洛蕴智都打不过 即是说 孟联想追近和巴塞的距离 但是原来 发觉他连对北以包也打不过 这个 不到废爺不害怕 是不是 你说资金那方面 之前又在那里伸母钱卖人 现在 现在美国 纽约股票上市 那里 也囚集到一定的资金 但是股价面积 又不高 又不高 今届唯一可喜可喝 就是和汽车的品牌 谈了一个赞助的合约 那个就是添价 猛乱的品牌值钱的 这个供应的 那怎么样呢 怎样挽回球迷的信心 令到股票面值又上升 以及真的 可以有质的帮助 唯一把一个现成一点的 你不可以再买新人 因为买 乡村真司 更加是一个 大家会 对他 究竟会和马铃铛成什么 夹成什么 你不可以拿托志星来比较 那刚才你说的新的 又是包围 变成了 他说的一个现成能够 可以叫即食 就是安倍思 起码就是说 大家见过他的能力 没错 只剩一年时间 二千四百万 但是起码 去年阿仙奴就靠他 而已 他抢了别人的好东西 起码心理上觉得 我削掉了你 增强自己 当然 踢下去又是另一回事 那就要看一下 法学信如何摆阵 你说如果要欠 欠死敌的球员 比如说 在孟城的敌思高 我都觉得对孟乱 对不对 但是 踢法上也对 这个球员 你又不争他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会争 比如说云佩斯 其实我也觉得 是29岁了 2400万 就是一个 超顺价 对他来说 已经是天顶价了 但是为什么会争 我觉得是 可能刚才说 比如说 股市那方面 或上市那方面 会不会就是借了他的名气来 大家带多些支持度 会不会是 云佩斯那方面 可以讲远一点 他在飞燕乐的年代 其实他是踢翼的 其实他是踢边 自从阿仙奴在飞燕乐 买了他之后 就蓄意去改革 将他移入中间去踢 其实费甲信 我不知道大家曼联的球迷 其他球迷也好 他很典型的英伦三导式教练 很着重打翼的出球 翼的比球 而是喜欢一些很高大的前锋 反而就会少了一些 技巧型的中场 反而就不太着重 其实大家 你想想 他这么多年买营的习惯 都是买翼的 不论是去年的阳格 或者是买萊尼斯朗 其实都是逆的 你说他真的有这么多年 我想大家有些印象 真的买过一个似中场派牌 我想在说是华朗 华朗很多年了 十年前了 不过那是失败的 可以跟大家讲 是的 用华朗这个事件 或者套上Jacky仔所说的 就是 费甲信好像调教中场 这个很典型的十号派牌 这个位置 失败居多 其实上届 上届 湯卡华尼是做到少少的 但是 只不过他太易伤 是 但也不是那些 就是 可以在逗后少少来分球 但不是那些真的可以在前面 怎么说 比如说 他想买劳卡斯摩纳 那类的球员 跟你玩脚法 就不是那些 巴西的水货 基巴神 水货 算了 那些这么久的东西 那些 那些卖联球员自己也不想说 你不要出来说 那些球员 是不是 你还有一个赫麦龙的 迪赞比 是 是 去了维拉 那些真的坎坷 那段时间 中场中的位置 完全失陷 另外就是 他说说 史高斯的再复出 杰斯 他这两个脑将 他知道 你不可能再靠他们 提升到对球 最多出来 就是帮帮手 所以 孟联要买人 这个当然 一定要 但问题是 球迷之间都在想 他最重要的是 中场 中间 以及防中的位 不够质量 很奇怪 为什么他没有防中 没有想过人 还有你是不是还用伊云斯 这个后方 是不是还用史高斯 你违迪虽然现在 双遇复出了 违迪虽然双遇复出了 是不是还这样用 这个 反而是他们要想的 但是 就在前面了 OK 有电话进来 这位朋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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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吗 请说 CEO 你好 你好 是 怎么样 CEO 有什么看法 对于这个 雲佩斯转头孟联 恭喜阿仙罗 恭喜雲佩斯 你可不可以具体的 说一下什么意思 没有 我总是觉得这件事情 分开几个角度去看 从经济角度 就 阿仙罗赢了 那倒是 一年合约2400 就是打破了去季 拿斯里的2200万的纪录 我想问 其实 我看的资料 坊间还没有说 它是多少钱 周身 全是2400 就是好像 孟城买鲁迪维尔 那传是1500 你信不信 不是 周身 周身22 很老实 2400 一定是好丢 伊巴軒莫域 多是千多 伊巴軒莫域 是不同的 是不同一点的 对 他累積就吓死你了 而且 文佩斯有机会离开阿仙罗 都是一个好的决定 嗯嗯嗯 因为你环顾整个全球经济 最有钱的那件事 叫做 是 是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呢 他是已经29岁了 但是你一签他 你起码签三四年 就是说签到三十二三岁 你真是不知道他到三十岁后 他会给什么货给你看 这个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就是 他其实那个 他伤病的记录是非常之频繁的 他真是 连阿仙罗的球迷也觉得 他刚从上季一届好球 老实说 这个水平你觉得他能否继续持着吗 不同的打法,不同的人腳 在曼聯的體系就好 現在要夾朗尼,夾小豆,夾香川珍絲,夾傑絲 或者反過來說,為CEO,你覺得他離開了阿仙奴,阿仙奴會怎樣 其實阿仙奴的目標很明托 但有沒有人可以補充他的位置,或者阿仙奴是變陣,根本不需要你 其實我覺得阿仙奴沒有他都是好事 但會怎樣做呢? 阿仙奴,為什麼沒有一個人可以補充他? 雲家 啊,贊成 有很多人都很喜歡你這句話 雲家最成功是可以製造一個傳統給大家 是 前四 是,交到貨 阿仙奴球迷沒有責任的,不是阿仙奴球迷就不要說 七年五半又怎樣,我們每年都全三全四 是 很穩定 如果那間球會的領導層覺得沒有問題 而球迷也是老闆來的,覺得沒有問題 球迷怎麼會沒有問題呢? 不過問題是大家再宏觀一點去看 你在這個世界上有足球的歷史之上 有哪一間球會是未曾試過一段真空期的,錦標的真空期 阿仙奴球迷在這裏,知不知 這個就是在現代足球裏面一個成功的例子 就是可以令我的球迷洗腦 啊,令我的球迷洗腦 那你怎樣呢?你都沒有說到 雲佩斯到孟聯是怎樣呢? 雲佩斯你一直都是做大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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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其實我覺得 雲佩斯在阿仙奴成功是因為有喪治 在某個程度上 因為是喪治 你看看上季文佩斯進的球 很大部分都是喪治在中場 用了一個很致命的球 給他做第一下射入的 你不要這麼說啊 有很多人不認同喪治是派牌的 不是,一個不是派牌的球員 但是他也可以派牌的 其實他做法比加斯走了 喪治是要做的事情 其實 分擔了 正前鋒是擺雲佩斯還是擺朗尼 你們會覺得嗎? 嗯,兩個都不是 正前鋒擺雲佩斯還是擺朗尼 可能雙箭頭 現在有些球迷在想一個陣法 會不會踢回雙前鋒 會不會出另一個問題 不是,接著有第二個問題出來了 那你能買雲佩斯 為什麼買香川珍絲呢? 那就是香川珍絲拿來買火山的 不是,那為什麼 OK,他這個說法 我想了解一下 為什麼你認為買雲佩斯 又不可以跟香川珍絲去並存 是的 剛才你們之前都有說過 其實 踢得中長中路 他去到萬聯 就是一個墳墓 在我的角度裡面 墳墓 你繼續吧 你買香川珍絲 其實他應該要做那個位 就是以前 柬東拿那個位 嘩 要求這麼高 就是4-4-1-1 那個1 在多蒙特 就是告訴你 他之前在多蒙特 也是這樣踢的 對,你分析得很好 你有一個籠 那你就打到4-4-1-1 最前那一 那你把雲佩斯 下去 那你是不是要抽起 中間那一 然後變成4-4-1-1 那他不打4-4-1-1 就可以了 那他打什麼 那還有小九位 碧卡那些 但你落場都是11個人 你的陣法有很多個人 那你最主要就是 你可不可以兩個 朗尼和奮佩斯 輪流用 哪一間一場 可以嗎 你朗尼 你那些位 碧黑 小豆可以 不如簡單 你覺得適不適合呢 或者以他的年紀 他的歲數 那冒險的價值有多高 還有 新價真的不低 一年合約2400 你想用哪一個角度去看 不是整體上 整體上 萬聯有一次做水魚 咦 有個球迷都是這樣 五月說說水魚、萬聯 不是 不是 你2400萬本 這個錢 不過其實不是一個問題 你要想一下 你22萬週 乘以52個星期 那 那一年還要給多少錢 很多錢 你計算吧 我又不計算 有一句說話 我怕得對全球的萬聯球迷 不怕的 香港很自由 現在沒有人看見你的樣子 你不怕 喂 從80年代開始 萬聯就是靠錢買冠軍 買到近一位的 萬聯靠錢買冠軍 是的 而且他們高價 曾經買了很多球員回來 不如先說到這裏 就算他有個球迷等 不 繼續說 OK 給他講 你們想想今年買了多少人 嗯嗯嗯 是 昨天說99年那個是不算的 99年約買了1200萬 當時也算是貴的 屎潭那些 不是便宜的 由白賴人粒嬸 那一年代開始 全英最高 更加球員都是萬聯的 是 西部浪轉過去這個 萬聯 白賴人粒嬸 還要轉過萬聯之前 你知不知道他們來過香港踢的 你只看現在萬聯 借給漁圓隊 李哲士 白賴人粒嬸 借給漁圓隊 國際米蘭 那場球 當時80年代初期 國米贏1比0 哈哈哈哈 你只看萬聯 現在的前東線 都8000多萬 那在我心目中 朗尼無價 我覺得朗尼是好球 你是給了出去的錢 為計 嗯 三千多萬 朗尼三千多萬 倍比托 朗尼都25萬 周身 2400萬 磅雲倍 700萬磅小豆 是 總而言之 你說 你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廢爵爺 一向都是用錢 來買冠軍 但他也曾經培養過七小福 雖然已經是 很久之前的事 也有這一下 整體上來說 我只是覺得 廢爵爺之前 在說巴黎聖人耳門 就是要制約他們 因為他們 靠錢達人 我覺得這句說話 在廢爵爺口中說出來 就肯定沒有說服力了 是不是 你自己也曾經靠錢達人 不過你達得出一個成功回來 是 在英超來說 真的沒有一隊可以及得他一半 你單體拿冠軍已經知道了 你捧哪一隊的CEO 喂 聽不到 你捧哪一隊的CEO 我捧曼城 你捧曼城嗎 那為什麼曼城不買雲霈斯呢 你自己算吧 22歲的巴諾迪利 24歲的阿古奴 26歲的迪斯高 28歲的迪維斯 那兩個不要算了 另外那兩個 那四個雲霈斯 沒理由 找兩千多萬塊買個 29歲回來 肯定比他年輕 你的數字好聰明 OK CEO跟你說到這裡了 因為還有另一個電話進來 謝謝你 下一位朋友 是Jerry 喂 Hello Jerry 喂 喂 Jerry 是不是在接他進來 我們還沒接到他進來 我們自己再說 可能他等了太久了 他們很沉醉 聽CEO說話 整體上整件事 現在我們化了 不要牽涉到那麼多球迷之間的感情意 嘩 嘩 就是說 究竟文佩斯過到盲聯之後的前途是怎樣 或者對阿仙奴有沒有一個實際上的影響 是不是這位球迷接了進來 Hello Jerry 好的 我們繼續說 對阿仙奴表面上的實力來說 其實現在加添了幾名新球員之後 你覺得有沒有影響 Jeky 我覺得沒有文佩斯 可能他們會用基奧特 我覺得基奧特會比較適合文佩斯 很多在阿仙奴 因為基奧特是 雲佩斯通常會鬥出來 禁區外面拿球 扭進去 禁區外面 但是基奧特是很直接的 一拿球 一有空位 一搏進去禁區內 便起腳 我覺得比較實際 其實普道司機和基奧特 都是一些比較實際的球員 以往就算是雲佩斯 經常走出來禁區外面拿球 很多時候會造成一個空間 那個人的空間 是給對方的空間 因為禁區內 已經再沒有阿仙奴自己的隊友 聽不懂 我覺得基奧特的活動範圍 會比雲佩斯大 因為辛迪卡蘇娜 可能他的牽制力 會牽制一些 防守 基奧特的球員 都會扯到他那邊 所以基奧特會更加多空間 反而我覺得他不是活動範圍大 而是他比較肯 多些停留在禁區接應 我跟阿仙奴 其實以往的弱點就是 禁區經常沒有人 做不到球 OK 是不是接通了他的電話 是 有位陸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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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都跟了這個 萬聯島 很小時候就跟了 在哪個年代開始呢 今年買了鄉村真思之後 我已經覺得排鎮 這個已經拚頭了 陸先生 我首先想了解一下 你從哪個年代開始呢 99年那個時候 三冠王年代 經驗不夠大家 但不過 譬如排鎮 鄉村真思因為是一個 典型的攻擊中場 之前各位先生說了 排在前鋒後面 當然如果萬聯沒有買到 雲佩斯 如果我是廢Sir 我擺一會兒就 朗尼前面 後面有鄉村真思 後面再加兩個 holding midfielder 就打一個4-2-3-1 現在買到雲佩斯 小斗衛迫 蝦噗沒有定棋 那鄉村真思打一邊 因為如果我們打個 4-4-2 難道有靠力蝦 打回中場中嗎 那真是很大劑 所以我對廢Sir 用這筆錢來買一個前鋒 是比較失望的 因為他才可以買一個 好一點的中場 我覺得 即是你覺得在位置上 他不應該買前鋒 是嗎 是不應該 因為前鋒不是萬聯最需要的 一環 現在 你前鋒都有朗尼 還有韋碧哈 還有小斗 雖然那三個之中 朗尼是世界級 不過另外那兩個都頂得住 反而中場是最弱的一環 不過他就沒有什麼補充 剛才Eric也提過 雲佩斯之前是打疫 還沒打前鋒之前 那會不會又回到萬聯 又打回左翼呢 但不過我覺得 如果他來打左翼 那就浪費了 首先我本身 就對艾茲利揚 是有些保留的 我就覺得難比他好 不過又不夠穩定 華倫西亞 又暫時都覺得OK 如果你把他進來打左翼 反而攻擊球員太多 反而我覺得 因為現在你看歐洲式的 踢法 不算英國之外 其他都是很注重一個 就是控球權 然後有一個很好的防守中場 維持球 然後 不過萬聯就缺乏了這個 我覺得 你找史高斯 現在是不是三十七、三十八 三十八 對 那真是很可憐 如果還未夠四十 但史高斯有一個作用 就是可以 在適當的時候 拖回萬聯 這個他的作用 他經驗不夠 不過我覺得 他用這筆錢 是否可以買一個更好的中場 我想反映一下 因為 今早起床 朋友跟我說 買了雲匪先 我也很驚訝 你今早起床才看到 我們其實昨晚 凌晨的時候 已經不斷在研究這件事 雖然已成定局 這樣說法 你覺得 用二千四百萬磅 或者更多的錢也好 而在這個時候 再撿到一個前鋒 對於萬聯來說 是否有少許多餘 不如直接這樣說 不可以說多餘 我覺得 如果利用這筆錢 如果當他只有這筆錢可以花 當然不是這樣 只有價錢 我覺得他用錯了的地方 嗯嗯 起碼買中後場的球員 其實你這個說法 就是 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以往買人的時候 很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阿肺爵爺的決定是精明的 是對的 但是去到今時今 就算Evan 以往你買錯華朗基巴神那些 起碼你都是買那些位置的人 對嗎 是 現在 一直在囤積前鋒 你會覺得 廢爵爺的思路上面 因為什麼事情 而令到他這樣做呢 嗯 我這個不清楚 可能 第一當然 貝迪托夫也不會再用他 我想像中 可能 他對韋迪克和香蘭迪斯 好像某位觀眾 剛才說過 就可能沒有什麼信心 但不過 我覺得 他兩個始終這麼年輕 也有機會去到 給他們 是 是 是 應該挺好的 我覺得 而且他們拍朗尼也拍得不錯 因為朗尼不是一個典型的前鋒 大家都知道 是的 對 你對於雲佩斯的表現 在孟聯 將會如何呢 就是你覺得他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但一來就已經踏著了 又或者是 最壞的打算就是 咦 對老的 我都非常期待 我都非常期待 看雲佩斯 因為 始終阿仙奴的踢法是 全 然後走位 雲佩斯也不是一個典型的前鋒 當然 他不是 如果他和朗尼和鄉村一才能夠三個的場路 那我都很期待 不過我就不知道 如果他把鄉村一才在那裡 另外一個是誰打中場呢 那就是很大的疑問 在於球迷的立場來說 就是叫做英超上面最大的死敵 在那裡買了一個人回來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 為什麼要在阿仙奴那裡找 就算真的要買一個不多餘的前鋒 我可不可以在第二處找呢 沒有的 那麼偏執於雲佩斯 究竟在想什麼呢 這個我覺得 那雲佩斯大大聲說要走 那如果 他去了曼城 我們不就更麻煩 那不如我們就買了他 咦 就是用曼城的做法 寧願拿著回來 都不讓你拿 會不會真的跟廢格信有關 這個不知道 我沒有想過這方面 你既然對曼聯 這麼有深厚的認識 你覺得現在被你倒閉了 曼聯 如果真的要再買人的話 譬如說中場 你覺得有什麼適合的人選 那當然首先要 當然要年輕 這個 那譬如說 大家之前說了 譬如說 西伯拉德爾包那個 Happy Martínez 我覺得他不錯 他的潛質在那裡 現在拜仁跟你爭 是啊 很多人跟我們爭 是啊 如果拜仁爭贏了 就大件事了 那不大件事 我記得 他很貴 因為 因為他貴 如果拜仁肯出到這個價錢 去跟他爭的話 就很大件事 拜仁都肯花錢 拜仁已經是很量 就是很精打細算的球隊 真是 沒試過買貴人 有貴 有貴的球員 以前馬基爾 荷蘭國腳 在拉科轉過去 都是貴的 在那個年代來講 但是你說現在 去到這個級數的貴 去到4000 哪是拜仁家 這個 天價 現在就是 如果那個球員 我都相信 他過到孟聯 都會很適合 這個人都 我覺得 對 就是 因為他那時候 還沒買文貝斯之前 我就覺得 萬聯可以打一個 4-3-3的陣式 就好像學巴塞 就有一個 墮後一點的中場 所以 如果買了一個墮後一點的中場 那 不知哪個 買哪個都好 前面那兩個中場 就是香川珍思和湯家華 前面那三個 就是朗尼、蘭尼、華倫 又可以 換愛船里、楊家偉、碧克 又可以 現在多了一個文貝斯 我就真的不知道 如果 例如打機 就排陣 打機 就任你怎麼想 就行了 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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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字 都可以 但不可 既然現在 桑志 和巴塞傳得這麼緊密 如果桑志去孟聯呢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不是啊 就是作用性 你不要跟那個可能性 他去孟聯 他桑志 那 都一個好 好 贊成你 我支持你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陸先生 你的電話 拜拜 其實 球迷都很清醒 很溫和 對於這件事 撇開球迷感情上的因素 整個買賣來說 大家都覺得有保留 是不是盡如人意 現在肯定 現在 接下來他的表現 就是看雲佩斯 自己做法 首先他要不要像以往 那麼多傷患 是不是 就是 你買過剩下 一年合約的球員 回來 其實廢作也很大壓力 就是你所頂住的東西 你現在這麼貴 但是我自己個人 我對雲佩斯 在孟聯的發揮 我很有信心 因為他的支援 應該比阿仙奴更多 嗯嗯嗯 那看看如何 看看風格如何 還有 看看孟聯 有沒有那麼多打 中路入心的球員 OK 今天的時間 就到這裡 下星期二 天下足球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